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我們上次佈置了二島的機場門口 用石頭家具與針葉樹營造出一種叢林部落感 還沒看過三一集的觀眾可以在這集結束後再回頭看看喔 那我們今天要繼續往機場的右邊佈置 主要任務是幫島上的猴子成員遠仁佈置他的房子周邊 我想要配合遠仁房內的擺設 以沙地、營火為主題來規劃 剛好我二島上機場是比較偏右邊的 非常靠近右側與下側的沙灘 所以我想在這一塊鋪上滿滿的沙地 並且以狂歡節的家具為主軸來佈置 也因為難得鋪這麼大片的沙地 我想在四周種植滿滿的椰子樹 希望成果會很不錯 那我們開始動手吧 首先把我們要改造的範圍先鋪成沙地 預計四周會再種植一些樹木 所以我預留了一些小空間 上方也還要留個空間製作通道 上方也還要留個空間製作通道 然後跟沙灘上的沙子就沒什麼兩樣啦 鋪完後先來決定一下遠人的房子要建在哪個位置 最後我選擇了在剛鋪好的沙地偏右一點的地方 決定好房子的位置後我們再來修改一下沙地的範圍 為了好好確認 我就先直接讓遠人搬過來後再繼續佈置 首先我要把遠人家裡的那個大營火也放到外面來 再來放置狂歡前舞台在營火前 這樣放之後覺得右邊似乎也可以再放一個 我們先把身上其他傢俱給佈置完吧 再來我放一個掛旗在營火的後方 旗幟以及小燈則放在遠人家的左邊 氣球燈很適合放在後側 再來將紙片機放在舞台的後方 打擊樂器放在一旁 接著我把陽傘放置在兩邊的角落 路邊攤椅直放的角度佈置在房子的右側 再來我要來種植椰子樹啦 由於這座島上的椰子樹只有一棵 我用身上僅有的四棵椰子果實重新開始種 順便觀察椰子樹的生長狀況 看它們的不同大小適合佈置在哪個地區 椰子樹S真的長得太可愛了 我決定留一棵種在舞台的左側 並用果樹樹苗限制它生長 我想讓遠人的房子後方也可以看得見椰子樹 於是我把島上目前唯一的完全體椰子樹種在後方 種完後檢查一下 果然非常合適 而且椰子樹的顏色跟綠色狂歡節家具超級搭配了 再來我把另外一個舞台給鋪上去 希望到時候可以跟動物們一起跳舞啦 再來我把椰子都移到我想要的位置 後方這兩棵預計要讓它長大一點 椰子樹M也非常可愛 我也留了一棵在右前方 最後再種植兩棵椰子樹等它們長成完全體 然後我要製作火把佈置在合適的位置 在遠人門口右側我放置一個野外原木長椅 旁邊再放個炊火 路邊攤上面很適合放置椰子水 再來放兩個原木凳子 一個拿來做一個拿來放椰子 主體布置的差不多了 再來我們等椰子樹長大之後 把外圍比較空的地方用蒸葉樹補一下空間 那為了不影響之後道路呢 我們把先要規劃的道路空間給預留鋪好 再來繼續補中蒸葉樹填補空隙 遠人的門前有點空喔 剛好我的設計中的預設圖案 有一個腳印的設計 很適合鋪在沙地上 放上來像不像遠人自己留下來的腳印呢 這樣子就差不多要完工啦 我們來問一下遠人開不開心喔 不是吧 看來遠人並不滿意 那我們再來加強一下吧 遠人房子背後似乎可以再佈置點什麼 所以我在後面震了一層山壁 一樣鋪完沙地後在上面種植擴葉樹 然後我用灌木來裝飾一下 多出來的空間剛好可以放上 狂歡節最後一個家具花車 在某個角度剛好可以看到孔雀頭 從屋頂旁邊露出來 這樣子我們就全部都完成了 我們到處結束 按摩 你把它在一起 做い 成功 5個角度 あと 5個角度 初期 以上就是這次的改島內容 是不是很適合遠人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樣的風格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改島再見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